副里江东副公路平常人车不多 日前一名来自以色列男子独自骑着自行车 在永丰路段徘徊 派出的远景发现之后呢 了解发现原来他是骑着铁马游台湾 水喝光了他现在又渴又累 警察呢把他带到派出所休息 也提供香蕉还有饮水给他补充体力 让外籍游客留下很好印象 一名来自以色列的男子独自骑着自行车 在永丰路段徘徊 永丰派出所远景发现了解之后 原来他骑铁马游台湾 饮水喝光又渴又累 远景带他到派出所休息补给 很知数啊 对啊 这个说没关系 是 很好耶 这样子叫做法兰 法兰 对啊 法兰 原来这名叫单单的以色列人 受到好友分享台湾旅游经验 台湾美景以及民情让他向往不已 这次专程来台骑乘自行车旅游 他从宜兰出发到台北之后 在一路南下恒春 然后到花东 途中历经气候多变 当他从东河乡骑到复礼乡 途中因为饮水喝完 而沿途几乎都是山区 看不到住家 在口渴难耐疲惫不堪的时候 就碰上了远景热情的协助 你几岁啊 24岁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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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他们远近 对啊 你们 你们 没多的 可以回家吗 有班要上班 没有班 在楼上先行 玉立警分局长陈伟文说 助人是快乐之本 不管是处理民众纠纷或是为民服务 都会秉持江心比心真诚的态度来处理 在远景同仁热情的协助之下 让外籍游客留下美好印象 记者高中玉立正采访报道